12月西方国家充满着浓浓的耶弹气息 不论是耶弹术 耶弹歌曲 还是最令人期待的耶弹礼物 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家家户户都有的耶弹术 大致可分为两种 真树和人工耶弹术 真耶弹术大多是砍下松柏类植物 或是山木点缀而成 一棵两公尺高的耶弹术 大约需要八年生长 因为种植时间长 成本高 2010年丹麦一家公司 首先提倡公平交易法 防止消价竞争 让农民血本无归 一棵真树使用完后直接搅碎或当柴烧 大约产生3.5公斤的二氧化碳 如果是丢到垃圾厂掩埋 则会提高到16公斤 制造同样是两公尺高的人工耶弹术 平均产生40公斤二氧化碳 也就是说必须重复使用12年 才能抵消一棵真树的碳阻基 但美国人平均每6年 就换一棵人工耶弹术 一般耶弹术是直接从树木的主干砍下 因为缺乏树根吸收水分 通常一个月后就会枯萎 专家建议比较好的做法是 准备大一点的树盆 把整棵树木连根移植到家里温度 比较低的地方 耶弹结果后再移回户外种植 在美国耶弹术是一种作物 有专门的农场栽种 工艺每年耶弹结使用 主要产地在奥勒冈州 北卡罗莱纳州 密西根州和冰州 虽然榛树碳足迹比较少 运送过程中仍会产生 因此真正的环保 是不砍榛树也不买人工树 过节心意最重要 大家新闻黄敬廷编译